无论你是飞行常客或是飞机迷 对于飞机的外观与飞行的细节 心中不免会存在些疑问 而这些疑问往往与飞机的飞航安全 有相当大的关系 本次就为各位解答四个飞机的科普知识 相信会解开存在心中长久的疑惑 飞行的过程中主义为何不义刺断 当我们在气流不稳定的状态 向外看见正在抖动的主义时 心中难免会有个疑问 难道主义就不怕折断吗 主义其实是整架飞机结构最坚固的地方 通常由航太极铝合金与复合物料组成 可以像弹簧一样的弯曲 主义在遇到乱流时所产生的晃动 其实可以大大抵消整架飞机晃动的程度 你也可以把主义想象成汽车的避震器 能用来抑制受到的冲击 SURPRISE 空中是否有交通规则 许多人认为在一片一望无际的蓝天 飞机就可以随意地飞行 但事实不然 只要有两架以上的飞机在同样的空域飞行 就有碰撞的可能 因此飞机必须依照规划好的飞行计划飞行 其计划的路线称为航路 划定航路的目的是保证飞行安全 提高空间利用率及 维护空中交通秩序 所以飞机必须听从航管人员的指示飞行 并遵守交通规则 机身为什么是圆的? 机身大多会设计成圆形的主要原因 其实是可以减少风阻 以及均匀地分散硬力 圆形的机身不会产生角度且为平滑的形状 故可减少风阻 当飞机起飞至巡航高度时 舱内压力会逐渐大于机外压力 机身就会开始膨胀 而圆柱形的机身 可以均匀地分散膨胀时所受到的硬力 以确保飞行方面的性能不受影响 同理 将弦窗设计成圆角的目的 也在于分散硬力 飞机的起降方向有时会不一样? 当你在机场周围观看飞机起降时 可能会发现飞机有时会互换方向起降 这是因为飞机起降方向需取决于风向 飞机都是在逆风时进行起降 起飞时可以增加升力 助于缩短起飞升空的时间 降落时则可以增加飞机的阻力 有效降低飞机的速度 在着陆时可以相对地缩短减速 所需要的跑道程度 以适时滑行至停机坪 看完这次的介绍 你是否解开心中长久的疑惑呢? 别忘了将这次介绍的内容 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哦 航空知识家单元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ペ fascinat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